韩国瑜车队一早进攻小港区 沿途扫街败票 仔细看看韩国瑜的战车后方 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几辆议员候选人的大小宣传车 一步接一步紧跟 宛如火车车头带着一节又一节车厢 长长车队超过50公尺 场面壮观 韩国瑜优算 韩国瑜优算 韩流魅力果然惊人 扫街还没开始 热情民众早就人手一只小国旗 现场等着亲身感受韩流魅力 为了抢看韩国瑜 有韩粉拿着海报 一早就来卡位 不止民众卡位抢看韩国瑜 蓝营议员候选人 同样卡位抢曝光 仔细看看战车上 韩国瑜身边四名议员候选人 站好站满 大家紧贴韩总争取曝光度 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主委扫街 当然他有高人气现在 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下 我们的支持度 在前程跟小港 大家都知道这个区域 是比较绿的地方 然后他能够来这边扫街 事实上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韩流声势望 挺进深绿票仓 人气依然居高不下 韩国瑜身为党内最强母鸡 带着小鸡当台路先锋 就怕人数太多车队太长 每位候选人还限定 只能出动两台车 选前倒数 大家把握黄金时间 抢曝光 拼选票 记者高梦楼济博士 SNG小组高雄报道